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空 今天要分享的是韩国一世界少女漫画第二集 每一次要介绍喜欢的漫画时 李空都会先想办法找些资料跟素材 为了著作权所以不会提供免费线上看的漫画连结 但是如果李空有找到原文的作品官网 或是正版的带领 都会附在留言区或是资讯栏里哦 第一位 我的狼女王陛下 我的狼女王陛下故事如同她的书名一样 充满着满满的女王气魄 除了我们的女主角是个像野狼般厉害的君王之外 她也是个真正拥有着狼的血脉 我们的女主角简直就是极于帅气与美丽一身的王者 除了一双晶莹剔透的眼睛 还有一头白金色的长发之外 她最厉害的就是聪明的脑袋与锐利又不失美丽的霸气 当然 她也不会只是纯粹的弱女子 帅气的让身为女孩子的读者也会被她收服 跟剧中的男主角说 走开 让我来 回到故事的中心 男主角是别的国家一位被毁灭的前朝王子 在王朝被毁灭之后 落入敌人的手中过着羞辱的生活 但是因为一次的各国会议被带到了狼女王的面前 并被她带走 开始了愉快的男宠生活 力争上游试图替自己的家人报仇 奇怪 比起报仇 离宫更想看老女王的后宫公斗戏 第二位 被诅咒的婚约 被诅咒的婚约中 男女主角因为一场诅咒 使她本来只是一场契约的婚姻 有了重大的改变 两人时不时会互相调换灵魂 造成身体的对调 那在爱情的套路上呢 互换的过程中 当然除了有更加的认识对方 也能更加的体会对方的辛劳 对方的困难以及危机 在这个过程中 渐渐从被动的被迫交集 慢慢变成了主动的关心与关爱 因为互相理解 互相依靠 渐渐的契约的婚姻 开始变成了一场可爱的恋爱故事 尤其是灵魂对调的过程中 因为男女主角的行为反差 而闹出的一连串搞笑画面 都让读者们开心不已 虽然进度到现在 还只是第一季完结 两人还没有正式告白 看得读者们心痒痒 但是第二季预告已经上线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第三位 魔女的逆袭 魔女的逆袭也是一部 关注量非常高的异世界漫画 除了女主角非常的可爱之外呢 还有她特别虐心的前期悲惨故事 更是故事的一大重心 神秘的黑暗力量 神圣的魔法力量 还有其他精彩的斗争 都让人非常期待故事发展 除了对反派进行报仇 脱离的剧情大快人心 还有可爱的小男主角 与女主角之间的互动 当然最不能错过的 就是在新家庭中成长的女主角 备受疼爱 努力学习的模样 处处融化读者的心 比起奇幻或是爱情 在离空看来 这部作品更是一部关于 受尽欺凌 缺乏关爱的女孩 自我成长的故事 后面故事该如何引导她走向正途 学会放下过去的怨恨 并坦然接受爱的纯粹 是我非常期待的部分 第四位 恶女会改变 这部作品不是韩国的漫画 而是大陆先曼文化的作品 无论是在画风或是剧情上 也是一部很不错的一世界漫画 恶女会改变这部作品 讲述了一个在世人眼中 象征了邪恶 灾难 奢侈的女人 因为一些不为人知的过去 和象征毁灭的魔法力量 带给她充满负能量的童年 但是因为一场替妹妹而结弟的婚姻 让她离开了本来的家乡 到传说中被称作怪物的公爵家生活 所有人都担心的改变 却迎来了温暖的婚姻 两人都不带着有色眼光去认识彼此 才能发现人心最严实的样貌 好啦 以上就是这次的 异世界少女漫画推荐 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的收藏心得 或者是其他的资讯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